新一集的輝貨本地波又跟大家見面 我是輝輝,還有Wingo 大家好 Hello 兩位拍檔,我們今集當然要馬上說一下新鮮滾熱賴聯賽第一週就開羅 我們臥波矮很久,我看資料對上一場球應該是今年的年頭 雕過半年了,大家只是臥波很久,所以第一週大家都很捧場 場場都很多人入場 先跟大家播一下賽果 如果聽到我們做節目的朋友沒有看球的話,跟大家簡單講一講 第一場球在昨天8月27日,南俱在自己香港者運動場主場2比0 贏了香港U23 入場人數是864人 同日6點那場,東方龍師在王國祥主場0比0,緩和了大埔 踢成點,稍後再講 入場人數很理想,2448 差不多2,500人,王國祥就很久沒見過,很久沒見過這麼熱鬧的場面 大埔就升上來了 還有就是比場,阿俊在今天這個將軍路運動場8月28日 李文自己在主場對著標準流浪 入了三個漂亮的一場比賽,有很多爭議性的 只會再跟大家講,李文就順利贏了2比1 入場人數1,515都算多了 三場比賽裡面,有兩場比賽都放在一些不太吸客的場上 來算都算很好的,對不對 將軍路1,500人都六七成了 應該 我們逐場逐場跟大家講 先講了順著時序,先講南區那場 我跟Billy差不多開球那一刻 我就問入場的Billy比賽早一點 但開球場已經很熱了 不要說踢球那些球員 那些球迷也好 或者那些行家記者拿著相機的我們都很辛苦 立得真是不得了 是啊,輝輝就在場邊拍照 我就在上面看球 在場邊拍照就不要說,就是曬足全場了 沒有說大阵,太陽就直曬了 三點多的時候 我在看球員看其實都很辛苦 因為現在香港仔運動場 大家知道,裝修過之後 頂部就不是木造,變成升鐵造 我覺得太陽都很吸熱 基本上坐在鐵箱裡面 我覺得是,你旁邊沒有甚麼風入 然後好焗好焗就流汗了 我一進去就想買一瓶啤酒 小食部說還沒說,要半場才買到比較冷的啤酒 如果有聽節目的話,下次再說一下啤酒 雖然我沒有上到觀眾席,但我從頭場看上去 其實感覺上挺熱鬧的,當然主力一定是南區球迷為主 都是他們多,特別是讚賞U23的粉絲 我看到應該近南朗山的方向就是U23的球迷 但只有他一個,他全場自己在打鼓 我們說一場球,其實一開球幾分鐘,陳海柏就脫掉受傷了 當時是第一個攻勢還是第一個球員接觸? 這樣就已經失敗了 其實一開球就陳海柏在左路進攻 然後就不知道誰攔截他也看不清楚 Bobby 是嗎? 一個攔截他,踢中腳那一刻就喊了聲 但應該不是腳受傷,是落地的時候 而Paco的手就好像應該沒有支撐到地下,肩膀落地 搞到肩膀脫掉,就立即救護車送走 最後陳海柏在Instagram說回就脫掉了 情況都不是很嚴重的,沒有斷骨 應該就不用休息很久了 當時Paco受傷的位置就是剛剛我拍照,很近 我想我跟他的傷距都兩三米,看著他被人剷掉 其實他還沒落地前已經大喊了一聲 但一落地那一刻就啪一聲,就知道他落地後不是摸著肩膀 就知道他摸著肩膀,像三嵩唇一樣 之後那一輛白車來,換人就用了亭峰去進攻 在防守力上就完全沒有受影響,反而還穩陣了 先說一下正選陣容吧 跟我們之前預計的陣容基本上是一模一樣 他龍門用了五位謙,兩個中堅就是川南浩泰和杜杜 左右就是陳海柏和謝朗軒 很早相出之後,左邊就換了習廷峰 他三個中場就分別是基斯,谷迎志和佐助穆州 而前線的三個就是簡家亨,最前就是斯里芬彭麗娜 左邊就是李嘉堯 跟我們之前預計的陣容都差不多一模一樣 但是U23那邊也是踢過433 龐卓熹打龍門,兩個中堅分別是28號的黎海韜 和2號的張進軒 左右二閘分別是22號的陳潤彤 和4號的宋弘毅 他三個中場就跟去年差不多 就是8號鄧延尖,11號國子佳 和10號的羅曉聰隊長 國子佳就比較墮後 在防中6號位做派牌角色 羅曉聰也是做素檔的角色 前面三個進攻就是21號的林智峰 打右翼,20號的陳家寶就打最正前 26號的吳柏熹就打左翼 這樣 踢下來的攻力就真的差了一點 始終陳家寶我覺得他不是打正戰頭的 這個陣就 在中場就比較有活力 和搶截好一點 前後也是差一點 不過南區這場球很明顯 在開球的初段就已經搶錢搶 趁著自己主場優勢 其實基本上在未入球 甚至乎在上場的大部分時間 其實你看到 基本上U23就連做球上去的能力都欠逢 Bidi所說,找了加寶打一個正前 前面就少了一個可以停球的人 基本上其實南區差不多的球 去到差不多 去到基斯那裡 那個球都已經回頭了 我看到後面 有時候我看到川乃 或者是Dodo 其實在後面很空閒 有時候還要玩一下球 基本上那個後防鐵三角 就是Dodo、川乃和基斯 是踢得很輕鬆的 那些球來到就要是頂走 要是站在那裡踢走 基本上都不用怎樣用力 我覺得我防守 可能因為天氣太熱的關係 兩隊都很受影響 我記得我看到差不多上半場中段 我拍一拍那個 他那個計分牌有四個溫度 那時候是33至34度 但是感覺上 你的體感溫度一定不止 差不多接近40度 所以其實拍那個又辛苦 踢那個又辛苦 其實我看到肥棒 踢了一半就已經開始磨磨的了 基本上肥棒在十分鐘 十二分鐘左右 入了十二碼之後 基本上都是走著踢的了 基本上你都不要預料他有什麼爆破 什麼鬼 熱到個人 我想功能都不太大 所以其實這個天氣 是完全不適合比賽了 我覺得是 這個也是曉明在自己的IG也有寫出的故事 說真的 三點下午 哪裏適合踢球 還要香港仔這些場 就是完全附近沒有任何遮擋 旺角場有時候也會有大廈幫你搏一搏 香港仔場真的完全是曬死人 這個我覺得 是不是足種值得要考慮一下 為了這個球員的安全和健康 是不應該這麼堅持要在這些時間開球呢 你無論看那個又好 踢那個也辛苦 我記得當天那個太陽 在這個球場 去到下半場一半 你才感覺到那個K角位 即是其中一個角位 有一點點 有邊線 那我記得Bee和我說 你在觀眾席都看到曉明sir 跟他吹了一輪 關於這個開球時間的問題 是 沒錯 那其實為什麼 星期日這場地民會開四點 即是比之前宣布的時間開下一個小時 其實都是曉明sir的計劃之內 他都預計到三點起來 其實曬到是熱到踢不到 那麼他延遲一個小時 他說延遲一個小時已經是 跟足種商討過一個 最慢的做法極限 你不可以再延遲些 可能還有很多原因 背後我們不說 但是踢四點起碼 也有半場有機會是曬少些 好像今天這樣 我真的半場之後就收了太陽 所以很科學 所以三點真的曬足90分鐘 你見到飲水時間 是上半場二十幾分鐘喝了一次 然後三十三四分鐘喝了一次 那下半場也是喝了兩次 整場總共是用四次water break 對於球賽的順暢度來說 你不算受傷 不算換人 你只是飲水也停四次 那其實基本上是 對球員來說 對球迷來說 都是一個不好的體驗 是啊 很殘酷 是啊 而且大家又辛苦又貴初 那看到球員的狀態 很明顯就不行了 其實看到下半場 我看到有很多球 這幾場球都是 看到有很多球員 去到六十多分鐘 已經排隊抽筋了 是啊 那我們說到第二個入球 就是李佳耀下半場 就頂入一個角球 那其實基本上我們以前見李佳耀 投槌入球都不是很多 他還要投槌很輕鬆的頂 就知道其實U23那些後防 就真的 就是制空力就真的很麻麻 嗯 坐在木舟很輕輕地開個角球進來 李佳耀在小禁區附近 就很輕地跳就輕鬆頂入 那見到U23那個制空防守力 就真的很一般 但是南區就沒有什麼運用到這個攻勢 去乘勝追擊 想入多兩球 那反而就是很早就 就是75分鐘就換了劉學銘進來 放多支大槍在中間打防守 嗯 我們看到在開球之前有個BAN 叫In Ricky We Trust 是啊 In Ricky We Trust 南區的粉絲真的不知道 喜不喜歡這些打法 對著U23都兩球收貨 其實我看到很早 Wingo和你聊一下 他十二分鐘就已經入了球 其實南區很早領先 其實這場球的行軍速度和節奏是很慢很慢的 為什麼呢 我們不是 很多時候說沒有比較沒有傷害 真的很慘 你之前看了這麼多高水平的 比如看完香港隊 看完潔節踢阿冠 然後看回香港突然這麼嚴重的比賽 所以你感覺上大家都想快一點圓 因為大家都很辛苦 我想球員也是 我不知道南區是否本身是這樣的戰術 你也知道南區其實往時的戰術也是不太高的 但是我看回精華 就覺得他上半場至少也想盡快進了球 都靠過十二萬開了 對他們來說也有利 進了球才可以讓他們慢慢拍著有冷氣的巴士 慢慢頂著 他是灌中的 對就是灌中巴士 一個穿巴 所以就 還有下半場 我們可以說一下艾華 下半場就換了他出來 基本上艾華七十分鐘左右就要進來 頂替肥棒 踢過正前 他基本上都很努力 踢過三十分鐘左右 你見他一進來 按R2鍵 基本上就 逢人過人了 就擺不到球進網 他有一球是傳給做做木舟 好像都 做做木舟都射到 但是就差一點 其實整體來說 如果以這場來說 肥棒 奧瓦斯是芬蓬妮娜 就是艾華還是肥棒 我會覺得艾華會好過肥棒一點 整場 以一人大半場來計 嗯 我們又說一點U23 其實我覺得 本身對球的後防 已經是天殘地決了 本身都不夠人了 Andy王浩然 據聞就踢不到 某些原因 所以其實 就沒有了 稍微有身形的球員 在後面頂住 其實那個身體對抗性 就很弱的 無論是中前場 也好防守也好 很多時候 被南區的球員 打一打一打 甚至乎 那個球都不是到他們 被別人後發才 連球都搶了 我看到有兩下 杜杜 甚至乎可以插花 玩球 其實 U23來說 我看司徒文俊的 策略是 70分鐘 換一個 然後 那時候已經 輸了 兩球 然後80分鐘 換兩個 然後88分鐘 才換兩個 其實 你反正都會輸 你會不會 早一點 換些人 進來搏 還是真的沒有人 換呢 這個都不太知道 是啊 上去試 我們去年都看到 譬如 在中間比較懂得用球 譬如中場 譬如世傑也好 或者培基 很後段 不過 感覺上 他們兩個後備出來 都很無態 尤其是世傑 真的 肥了兩個馬 袁世傑 袁大傑 變成 是啊 更肥過Fat 大哥 那款 是啊 所以 感覺上 藍區贏 就很合理 不過我覺得 贏2比0 就不太收貨了 是啊 其實這場 大家都很短 不知道 場區 場邊 都熱得 溫溫 現在 今季 最新 有個 每場的MVP 最佳球員 踢到88分鐘 已經公佈了 最佳球員 是 谷刑智 那我 我就 笑了 心想 如果艾華 保持 2分鐘 入兩球 這樣 你不讓 U13 是啊 我又會投艾華 你說不讓 U13 阿世傑入來入兩球 那我就投世傑 為什麼要88分鐘 公佈 VIP 這是很奇怪的 可能 趕快頒頒獎 走 有低症也搞不定 大哥 就是 賽後 他現在很有趣 特別拉了個 挺帥氣的 賀客 外國 找一個教練 來頒獎 MVP 給阿智 阿智在頒獎之前 快頒獎 頒獎 之後 年紀大了 因為大家都太辛苦了 是啊 所以 可能剛才就說 天氣開波時間 因為 李文對著 劉朗 因為獨腳氣 是不是因為 同一天 另外還有大鋪對東方 搞到球場不可以退後 我們就 問足總才知道 我們就順便說 第二場 東方龍師 在旺角場 和庫大鋪 和庫大鋪 第一場 氣氛非常之好 Billy 是啊 二千多人 四邊都坐滿五成這樣 我當 因為有很多位置 都是解了不讓人坐的 解了十字 解了十字 很有型 每個區域都解了十字 不讓人坐 大家除了那些位置 都坐到七七八八 都幾好氣氛的 基本上兩邊都差不多滿 因為他有很多社交距離 所以氣氛就非常之好 尤其是大鋪那群死忠 真的有料到 一來到 差不多 好像客家佔地主 其實他聲勢不差 比東方龍師那群粉絲 絕對 絕對 好像變成大鋪半個主場 我覺得是 直情 表現來說 都有點感覺 有些反抗為主 尤其是剛開球初段 我們先說 那個陣容 Billy 好 先說主隊 東方就是阿輝守龍 後方就是四後衛 他打個4-1-4-1的類似 四個後方就是高索巴耶夫 打大佬梁冠聰打中堅 左閘就是王子 右閘就是胡俊銘 左閘就是右閘 左閘就打個單防中 前面就是馬高斯 鬥著三個小子 分別是王俊浩 安son 孫敏謙 和馬熙偉 在三個前面做串擾 最前就是朱衛鈞一個 而大埔就打個4-3-3 三防中陣職 龍門是李漢浩 就是大埔明叔 左閘就是雍許濤 新加盟的雍許濤 還有26號的李嘉豪 和33號的嘉比爾打中堅 那嘉豪打中堅也比較少有的 他這個也是新位置 而6號的羅真廷 就打個右閘 這個也是他的慣常位置 那雙防中就是4號的馮冠明 17號隊長的陳曉峰 比較公中的位置就是99號的鄭子森 而前面三個就是 強仔忠衛強打的右邊 最前面就是新加盟的外援寶連盧 而左翼就是27號的王祖森 是 其實這場球在開球之前 我和Bitty都有一個疑問 為什麼正選陣容 竟然他們唯一有個比較有威脅的鬼 都不出 又養多隻鬼 究竟發生什麼事 寧願出猴子打正前 都不出巴道姆 那是不是因為狀態問題 我們就不知道 那句話好像說 他剛剛歸隊都沒有多久 可能時間也不錯 所以就先放在後備 但是在開球 如果你要看球的球迷 因為都會看到 其實這場球 尤其是在上半場的二十多分鐘 在這個阿寶連盧受傷之前 其實和服大埔 直接是反下為主 就是按著中方來攻 沒錯 其實在鄭子森大動下 其實大埔的前場是很多攻勢 尤其是鄭子森 跟著右邊的鍾衛強 和27號的王祖森 都是有幾球引球突擊 都是不錯的效果 和22號的保連盧 我覺得有點像流浪 祖連盧的感覺 是自己帶到的球去到的 可惜他就在二十多分鐘 就是三十八分鐘左右 就被人踢傷了 就要離場 由趙少華入體 變相大埔在前場 沒有了支點 下半場的進攻 就比較踢得黏了一點 是的 尤其是東方這場球 都好像我們之前的預測 其實他們基本上有很多位置都不夠人 尤其是大家知道賽前 又放走魚子 其實陣容來計 有很多位置都不是他們的球員 踢開那個位置 剛才剛才說 阿俊美打中堅 大腦打中堅 然後變了 感覺上去到 差不多 之前我們經常在阿協的時候 大家高度讚揚的馬希衛 這場球已經很快要他揹飛 就是要他 真的要自己拿大棋 但感覺上就好像 那些小朋友 你對他有期望的時候 他又不是很carry到 就是不是很幫到 尤其是傳送的 赤選真的差一點 是 心想這場 安達臣也有入場看的 他心想是不是 是不是我教開那些球 為什麼大哥要打中堅 阿俊明要打右閘 阿孫明要打攻中 完全不是我帶的球 這樣才是真正的用法 是的 我會說明說是沒有用錯的 我想安達臣大開眼界 因為安達臣來了香港之後 他沒有看幾多場本地球 然後就帶香港隊 帶到這個出來 然後 為什麼球員回到聯賽 踢這些西球 總是一些位置錯到 比如阿孫明要在下半場的時候 有一段時間 突然打到差不多正前 孫明就快打左閘了 我相信 其實感覺上就是 那個本身 比如說說 好像高素巴耶夫 本身 他之前 還沒踢之前 就找了 馬高斯打中堅 那這場有回 高素巴耶夫之後 他就把馬高斯打到中間 其實我感覺上 對球 好像剛剛夾球沒多久 大家都好像 可能位置上 不太適應 所以 去到尾場也好 其實都是相當熱的 好過豪場 但是 發揮上面 東方在上半場 就真的很一般 直至到 剛才我們說 阿保聯套 雙出之後 可能大波 老實說 就算打得挺有朝氣 都好 其實他本身前面都不夠人 其實 在這個功力 有欠缝的環境下 其實下半場 大波就縮後一點 變了 比東方多了些機會 在前面做球 但是那個威脅性 也不算很高 下半場 換上 這個 八道武 之後 就好一點 那些位置 就可以擺回正常一點 其實 我覺得 東方現在打這個陣容 馬高斯 就不是我們預計打中堅 而反而是打一個 攻中的角色 在這個陣裡面 那麼他打這個攻中 就鬥著三個年輕人 其實就是 他會派牌給三個人 那三個人有些什麼 就是做錯了一點點 犯了一點點錯 站位一點點錯 他都會帶著 有一個老大哥 帶著三個年輕人 踢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做法都不差 而幾個 上半場有幾個進攻 馬高斯都是去到最前的位 去攝前處 或者去頂頭槌 我覺得會比以前夢想的馬高斯 負責打進攻的角色 是挺好看的 是 但是就特別要講一下 其中一個後防 就是王子浩 這場球 不知道為什麼 都有點方塞塞 拿球尺寸 傳送 因為 又是那句 有比較 就有傷害 沒錯 你見到別人 大埔對面有一個 就是 我們叫什麼 勇去逃 李文的氣象 李文的氣象 不要的 翁許濤 那些尺寸 傳送 就是天天和地 就是看到翁許濤的傳送 在下半場的事 在那些反擊上面 真的傳得很好 就是 真的有時候就是這樣 他做到他全球傳得很好的時候 中間沒有了保鏈套 就沒有什麼人追蹤 做到這些攻擊 翁許濤這一場 就真的打得不錯 完全不像一個 就是 新仔 我覺得是 助攻助手 攻上來的那些 全中尺寸 很好 斬的球是弧度 有一點點張鋒 那些GPS感覺 其實我覺得 香港禁決 現在禁決 阻集 沒有單尼 沒有一仔 暫時 在 翁許濤 在這三場裡 給我感覺 是最搶劲的 阻集 沒錯 要提大埔的中後場 當然要提下 今場拿MVP的 加比爾 這個 我和阿比爾 一直在數著他 即是 逢是 有這個高波 在這個防守 十球裡面 有七球 即是如果是大埔頂到的位置 一定是他 其那三球 要是就頂不到 要是東方 基本上 整個後防 他一來到這個 新加盟的球員 之前在熱身賽 我們經常都說 那些人說 大埔那兩個鬼 很對勁 原來 真的沒有入錯 這場球 他來到 整個大佬 就已經是 carry了整個大埔的後防 沒錯 這個中堅拍檔 李家豪 搭 加比爾 其實暫時看上去不差 李家豪雖然以前打開閘 但是打過中堅位置 那些清波都挺對勁的 都不是很方塞塞的 搭著加比爾是一個制空能力很強的中堅 基本上清掉高波 暫時來說 這個中堅組合都OK 當然第一場對著東方 不是 那些資訊不是最好 看多幾場 我覺得 再作評論 這個中堅組合暫時看上去到OK 整條後防線 不要只是中堅 雍許濤也好 左邊的羅振庭也好 是好對版 整條防線也好對版 暫時看上去 整體來說 禍府大埔剛剛上來的這一場 和Wingo都研究一下 其實我看到大埔的感覺打下來 好像兩三年前的元朗 其實也是好事 我覺得地區球隊成績好是很重要的 這句不是廢話 因為地區球隊的凝聚力 其實我覺得會強過一般的商業球隊 你看進鋒就知道 進鋒雖然有防中緯這些天使級的死忠 但是你始終那個bunding 你那個緊綁力一定救一些地區球隊 尤其是大埔 說真的 他降下去之前 其實大埔在主場 大家都知道地獄球技獄主場 他踢得出成績 一定不會吸引到街坊 一定比成績好 所以至少對東方都不落下風 我覺得應該值得期待 今季的大埔 因為我們一邊看球 一邊研究 一邊在我們的BD都說 東方就是上緣 大埔就被人覺得是下緣 下緣1 現在有機會打打下 大埔是有能力把對手拉下來 東方可能就是其中一隊 如果大埔在上緣任何一隊得到分 其實在下緣來說任何一隊球隊都是賺的 沒錯 現在對東方得到一分 你遲些可能對劉奈牙得到一分 其實你很大機會 已經是扯上前半板 我覺得是 嗯 此消比獎 踢球就是這樣 東方 不知道是不是有一定的隱憂 有些球迷就幫他雪寒 因為這場球 踢完之後 東方就要飛過去踢阿協杯 對 是 對 他被去 胡志比克踢阿協杯的跨區四強 對 八強賽事 暫時 接下來這段時間 東方踢完這場球之後 又 暫別球迷一排 很快下星期就會踢這場阿協杯的賽事 希望 要好好整理一下 但是你說 我就不覺得東方有任何那種流力的感覺 老實說 他也沒有這樣的條件去流力 已經出盡了 我想說一下 新加盟的還有一個是朱康明 一個國援 70分鐘就入替馬欺位 進來踢右閘位 之前說他踢中堅 但這場就換他進來踢右閘 他踢右閘之後 胡進銘就踢上前面防中位置 他踢右閘 又沒什麼進攻 負責只是守住守住 你下半場 因為大埔的功力已經不太好 他都是縮在後面手 看不到朱康明有什麼特別的東西看 但是如果我覺得 如果朱康明可以打右閘的 就無謂浪費了胡進銘打右閘 那種薄和的心態 又不夠人 有前鋒的傷賣 所以其實都在捱時間 其實那段時間 東方是有很大的機會 是採取主動去贏球 但是你見到他後備換出來的 都是右閘 換了七十七號的李俊廷 那些球迷都說 這是誰 沒有見過 大埔說 你換右幼 我換老人院 我換到安達 安達 這場39歲的安達 大家見到他在港超聯賽場出現 老球迷看都很開心 安慰 但安達還可以帶回香港 所以這場球我覺得 一零比零就非常之合理 嚴格上大埔好像是被東方逼迫 我的感覺 但也好 就是第一場球 大家拿一分 大埔就完場之後 你看到兩隊球員 那個表現和反應 看得出是誰比較開心 大埔拿了一分之後 就像碰一杯一樣 拍了大合照 慶祝的 東方班球員 可能有點失望 因為拿不到三分 這場球 零比零 我覺得很合理 我們說一下壓軸 這場球 壓軸這場球也挺好看的 這場我也是三場最好看的一場 李文對著標準流浪 我們期望標準流浪是前三球隊 打落對李文 其實都是對板的 表現至前三球隊 緊敗而已 說一下陣容 李文擺出了4-3-3陣式 錄門用陳家豪 都是踢4-3-3雙防中陣式 中堅就是余偉廉加 徐宏傑兩個比較矮的華人中堅 左閘就是新的日本外援 拉花靈也 右邊就是用了王俊號 相防中就是迪高答隊長的亞諾峰 攻中就是10號的阿哥斯達 前面三個就是用了外援 右邊91號的基瑞里頓 22號的嘉維蘭 還有8號的艾華頓 但是艾華頓和基瑞里頓都沒有踢死哪一邊的 那開球的時候 艾華頓先踢左邊 很快已經是艾華頓踢到右邊 然後很明顯大家看到艾華頓是踢右邊好一點 標準流浪也是踢433陣容 用了梁興傑落門11號 中堅就是89號的賈師號 原來也是用了賈師號這個名字去註冊 最後是賈師號 一錘定音也是賈師號 但是很有趣 我們官方也叫做賈師號 但是流浪的項目又用回去 是呀 難怪知道 總之是神經病 賈師號拍著法蘭道打中堅 兩邊就是金文匯打右閘 姚浩明打左閘 兩個防中分別就是5號的林遼泰 搭著Fedgo 16號的林顯廷 林家偉隊長打攻中 左右兩邊分別是90號的寶蓮奴 以及回歸降超的林茉熙 最前面就是劉子洛 洛仔打正前就少見一點 不過這場球中堅位 大家看到可能一開球 看到法蘭道打中堅都不是很開 怎麼又出他 但是因為大家都知道 基南亞之前 肚口水 肚口水 停五場 沒有中堅都要用他 金文匯 金文匯 我跟Ringo一邊聊天 我們不如數一下金文匯今季打多少個位 誰知今場已經打兩個 兩個 這場球 Wingo 你進場現場看 氣氛和天氣如何 我覺得也是曉明sir的神機秒算 剛才也提到 下半場真的收睇 下半場是涼浸浸浸的 其實也有做功課 對球員來說也會好很多 李文的發揮應該會好很多 如果在太陽底下 我估計李文今天應該會更加大危機 其實整體上我覺得 這場球是氣氛 以關鍵的感覺來講 將軍奧場一向都不是一個看球很好的地方 但是今天的氣氛也算是正中帶旺 大家應該進入過張軍奧場 大家進入過張軍奧場 再加上李文的那種靜音打氣大法 你也會知道其實是很安靜的 張軍奧場不知為何好像靜音場 我經常在圖書館 應該會僅僅是比起小西灣好一點 其實整體上也挺舒服的 看起來是涼涼的 今天也不算太曬 氣氛不錯 其實也坐得挺悶的 最後出來是1512 1512個球迷 其實以將軍奧來說算多 因為李文消息 說真的 其實去年上季 我想整體的數字其實也差不多 其實也不總是幾乎過千 這場比賽 我覺得這場比賽幾乎喔 有點失望的,不過就算是開了個好頭 不過我個人的感覺就是對李文來說,我對曉明sir有一點失望 為什麼這麼說呢?曉明sir早幾年經常都很強調自己想多用本地小將 不要用那麼多入籍兵,不要用那麼多鬼 我想經過了兩三季,再加上在阿協出局,其實對整體的戰績應該對球隊來說也有點壓力 我們在季前都猜到了,你用艾華頓就是艾華頓FC 我跟Billy在現場看的感覺就是什麼呢? 頓家維蘭、基爾尼頓和阿哥斯特,四個人是一隊的 另外省減四就是另外一隊 簡直連李文是很強調的,無球走動,整體戰術 感覺上是少了的,今場我自己不懂得看也好,或者狀態未夠也好 這隊李文相對起,之前打到阿協盃四強,或者去年有力挑戰熱誌的時候 那隊李文我覺得就普通了,只能說 反而是對著流浪,我覺得流浪是更加值得贏的 我會大膽一點這樣說,李文一來有一點幸運成分,二來真的贏了艾華頓 反過來,如果艾華頓穿流浪的話,今天贏的一定是流浪 沒錯,這場球2比1,3球入球,可以說三個都是金球,入得很漂亮 先說第一球是16分鐘艾華頓 好像Billy那樣說,初頭是打左翼的,打了不對勁,去到右翼,馬上有課交 一個很簡單的反擊,可以說當時應該陳家豪扔出來 對,扔球,基本上扔上去,基本上已經是那邊子離 其實一貫就是艾華頓那種招牌式入球 由這個右路推到中間 我看到姚明當時抹著他,好像扯前扯退 又不敢錶他,只是寒著他 推到俄眉魚的時候,當他知道他準備想起腳的時候,就已經慢了 其實好像講球的大頭,明知道這個球是這樣做 明知道他是這樣來的,你也是撞不到他,真的不會快 他被禁區頂射了一個很漂亮的球,進了一球 想著李文贏了1比0之後,應該踢得比較輕鬆 因為其實過往我自己的感覺,李文踢一些球不是順境的時間 就永遠發揮,就判若兩隊 我打算他這麼早開了紀錄,打疾了流浪,應該會好踢些 誰知道他進了球之後,反而又是那樣東西了,又是一個Water壁 Water壁之後,突然李文又好像有點黏了 我不知道你在現場看是不是這樣 去到41分鐘,早年路的入球出現之前 其實李文都已經有些危機出現了 就是開始看到他們有一兩個機會進不了之後 就好像感覺上信心危機又出現了 其實去到早年路入1比1,追回那球球 在他應該進攻路線的右邊 突然之間,其實在那個入球,我看直播的時候 其實在Water壁之前,曉明Sir已經拿著一塊板 就提這個今場球正選的立法靈魂 就留意著保連盧的 誰知道早年路的,很可惜就是 這頭提完都未夠幾次就出事了 讓他拿著球,又是行著他,不敢去標他 於是拿著球,其實也有點離航力了 讓他射一個很漂亮的球,又是亡仔水成1比1 這個你真是,你落麥花生態東南海盃 就知道早年路是甚麼了 其實你這些球是不能放的,早年路任何位置 基本上早年路這個球員 你在前場任何一個位置都進來播 你無論左右中間,你都不可以放一個球員 可能納花靈也是今場第一場 可能沒清楚對面球員的特色 你在左路就放他射球 這是一個教訓 我只可以說早年路就是多謝了 我左腳擺死角,你就是看著入球 我們兩個主持人都獨具為眼 你們兩個選擇艾華頓是神射手 一個選擇早年路是神射手 兩個第一場就入球了 艾華頓就不但緩開二度的後半場 差不多是絕殺 八十分鐘 右路角球 本來艾華頓是開角球的 跟阿哥斯達做一個戰術 阿哥斯達在鵝眉魚頂 走回去,然後撞給他 艾華頓在左路拿到球 他還未入禁區,又是扯過很急勁的 我想他是半傳半射之間 又是扯入了球 最後就是二比一反 即是贏了標準流浪 其實你說這球球是不是他特意的 因為當時阿哥斯達拿著球 是否自己去的 誰知被人逼一逼 那球不小心彈回去給艾華頓 我覺得艾華頓是半傳半射 不一定是很射 我想他很急勁 傳入中間也有可能 因為始終那個局球攻勢 但是怎樣也好 變成一個很漂亮的入球 但是這場球 即是像阿Wingo說的 焦點就去了二比一之後 那個鏡頭 即是 即是 徐宏傑從後 就有一次很粗野的 從後 即是 我見到賽後球迷就形容 這一腳叫做收山腳 一跌就合起來了 在祖連盧那裡 祖連盧被他掃掉了之後 就調氣不順 就起身 就推他一下 那傑仔馬上連續躺下 那當時大家都在研究到底 這個球證會怎樣判呢 那麼 竟然這個球證 就拿了一張王牌出來 打算大家沒事了 只是給了一個王牌 就給了結制 那轉頭就給了一個紅牌 就趕了祖連盧出場 但是 如果以球例來計 就摸了口飛 但是 賽後大家就 那個談論點 或者爭拗點 就是在說 為什麼你要給一個紅牌 那是不是兩個都趕了出場 會合理一些呢 那當時你們在現場看 是不是相當鼓掃呢 我想就是會令到整場很悶的球 突然間有活力 我覺得這個就是公道點說 球證是垃圾 公道點說 譚炳換真的是垃圾 你不明白 多一隊 說真的 你吹了頂級 都四季 譚炳換應該都三四季 你控制場面這些事情 你也是做不到 那這場 叫做第一週比較大的比賽 叫找他來吹重點賽事 你最明顯 我覺得這些 我沒有記錯的話 這個已經不是第一腳 當然 傑仔那腳很噁心 我覺得傑仔那腳 本身已經是值得一個紅牌 或者你反過來 傑仔那腳是黃牌的話 那你Junior那腳 你不就有紅牌 就算了 當傑仔那腳 其實你說紅牌 就無可口非 但是 我的問題是在於那個均衡性 那你之前其實都已經有幾下 其實多腳 因為兩邊球員都看得很吵 那不至於算很噁心 那些收山腳 但是已經來來去去 已經有幾次 但是這些是你見到球證沒有處理 然後去到這一腳的時候 你就更加令人很難信服 是不明白為什麼這樣做 之後 其實這一場球 球證的問題不只是在於譚秉煥 大家都會知道之後發展下去 曉明也是在保時階段被人趕走 當然 我們要再去看清楚些 究竟在場邊發生什麼事 我又不敢說 一定是廖國民錯了 但是在我們 我跟比利在看財上面看 就覺得廖國民不會完全無辜 因為 說真的 你作為一個公表 你作為一個公表 你說曉明很激動 說你什麼 你就立刻紅牌他 你不是用你的權力 來玩東西 這個直接說 我覺得廖國民無論如何 一定有玩東西的成分 因為對於李文來說 一定是很心急 想在那一刻換人去推動他的戰術跳動 我覺得公道一點說 就是你純粹是一個執行 叫做執行規矩 只是一個執行規矩的人 你作為一個第四球 正好 求證也好 你不應該是你的快慢 或者你的主觀判斷 去影響了賽事 我覺得無論任何賽事 其實我不是說你要立刻入獄 褲也不穿 立刻說幫他換 但是人家那一刻入了紙 有死球 你就舉牌 你說什麼經 那一刻很明顯看到 他是不知道什麼原因 是不舉牌 不去做換人 這個動作 所以曉明才衝出來 當然曉明說什麼 很衝動 這個真的是曉明 但是你令到他這樣的前因 是什麼 我覺得廖國民一定有他的責任 所以說到這個執法的水準問題 已經不只是在於譚秉盤作為主裁判 他在競賽期間的控制場的問題 而是你那些球證 四個人再加上 張嚴友不知道有沒有來 就是裁判總監有監場 你們一群人 你不要說操控賽事 你操控賽事不一定是任何一隊 而是你操控賽事 影響了賽事正常的取行 是不是你本身的主裁 即是你那些裁判 其實都是介入了賽事 對吧 我不要說你打架球 但是你玩的 令到賽事不是用最理想 最公平 最純粹經濟的情況去舉行的時候 你那些人應該要檢討 不過香港的球證 是的 我覺得廖國民那球換人 就是曼條斯里已經一個角球 即不是角球 而是界外球 已經踢了出界 那李文的劉浪的Jesse 都撿起了球 都還沒扔掉 那他也意識到是否換人 但是廖國民那時候 還是曼條斯里好像不想換 然後曼明就很生氣 為何不換人 我這個空間是可以換人 為何你還曼條斯里 然後廖國民就好像 又是著了那樣 你教我做事嗎 之如此女的眼神 阿Sir做事不用你教 是的 你教我曼明sir 然後就好像 是不是你教我做事 然後他又好像不動 停了兩三秒 然後曼明sir 曼明sir看到你 曼明sir不動 他又更加火了 然後曼明sir就好像 拍下肩膀 你換吧 大哥 然後可能這個動作 又不知怎样 又觸發到廖國民 又胡啤兩個 然後曼明sir又破口大罵 然後廖國民 就加入了譚炳煥 趕去趕去 又是教譚炳煥 趕去 已經不是和譚炳煥 他有什麼溝通 直接叫他趕去走 這個動作已經叫他 但是譚炳煥就沒有說 你又教我做事 這個第四旁證 就是主使主賽 怎麼敢啊 怎麼敢啊 廖sir 怎麼敢逆廖sir 所以其實我覺得 那個爭拗點 就是在 變了明明一場球 有了幾個很精彩的入球 本身都是一個很精彩的 而且就算 雙方去到賽果來計 就算劉朗這樣輸了2比 其實也沒有說可說的 不是自己的失誤 就是別人捨得這麼漂亮的球 就輸了 但是去到尾段 就因為你趕走了 祖廉奴 搞到你在前面 一個爭取追負的機會 那就沒有一個前鋒 那就差很遠了 大家就在賽後 我看到很多球迷 就在這裡議論紛紛 就說會不會傑仔 要秋後算帳啊 那如果真的要秋後算帳 或者甚至乎有些球迷說 不如叫李文自己 暗鏟再罰一下傑仔 如果真的要這樣做秋後算帳的話 那你求證是不是都應該要檢討一下呢 就是你 因為其實呢 如果一個換人的環境呢 其實我看到在直播的時候 大頭就說 其實現在呢 這場球呢 李文都叫做傻了 就算尾段說了 其實我覺得 這些事是一單還一單的 即是呢 傑仔那一單 那腳就是另外獨立計 但是去到尾段的時候 廖國民這樣玩東西 就看到那些廣播的朋友 我忘記是和哥還是大頭 就說 當時曉明就好像 又想換 突然間又不換 那可能呢 就 廖國民就覺得他 你是不是玩東西 突然又說換 突然又說不換 但是其實這個 在一個球例上面呢 是對的 容許的嘛 我可以的嘛 這個換人是我的話事的 不是你說的 你只是執行我的換人 是的 還有我不是說 彈出彈入 是不是呢 不是說你喜歡怎樣 那球例是說容許這樣 但是你的旁證呢 就不容許你這樣去玩東西的 即是你把明明是挑別人的機 但是我覺得呢 就是你跟球證 或者跟這些裁判員玩東西呢 其實吃虧很多時候都是個球會自己 那到最尾 就是你看到 曉明sir如果這樣 停一場 之後 這些比賽又會遇到廖國民的時候 那可能會不會那些裁判又針對你呢 我覺得最尾 吃虧的都是他們自己 其實是的 所以你說球證是不是會不會有差距算賬呢 其實都會有的 就是我之前聽張業佑說 但是他也有個罰分制度的球證 比如表現不好 每場都有計分 那你分數差 那他就會內部有些 降回你grade 可能吹港甲啊 或者其他賽事 就未必吹一些頂級賽事 但是這個他們就不會公佈 那就沒有透明度可以 那你自己留意一下 哪個球證不見了多長 那些你才知道 就是靠猜 應該叫做 因為他最透明的那一次 就是湯巨心 叫牛丸送球給人那一次 是的 湯巨心就簡直是停賽 我記得那時候有說 停賽半年 他簡直是退休了 即是清明都見不到他 是的 之後沒有再見到他了 湯巨心就 不過就撇除了這個 這麼有爭議性的判決 說回兩隊的表情 其實你問我 我覺得劉朗 這場球是相當對版的 尤其是中前場 我們經常說 這場你見到家偉 真的不像是這樣的年紀 即是他那個第二春 大家都說黃威第二春 這場球就很明顯 家偉將他完全比下去 安達神有看 會不會10號給家偉 而不是黃威呢 這個才適合那個 因為家偉就踢足 踢足 是不是好像 家偉踢足90分鐘 在派牌上面也做了很多 死球負責了 有球 上半場 我記得他在禁區裡面 已經說 調球高球 在遠處的祖蓮奴 做過半鍋 只不過祖蓮奴 射歪了 那球也是傳得很精彩 東南海盃已經開始看到了 看到一些滑滑聲 那相反黃威踢半場 下半場換進來 代替迪高 踢過攻中位置 黃威下半場 踢足45分鐘半場 感覺很隱形 明顯不是很適合對球的踢法 你說是否用他做鍵球 去負責做進攻 又不是 你見是阿哥斯達鍵球 派牌多一點 黃威就負責在禁區邊等球 但走位又不多 所以這個陣 我看不到黃威暫時發揮到 相比港隊來說 是 不過我就 好像剛才Ringo所說 其實 李文的進攻 其實自從有了艾華頓之後 當然他懂得把球放進龍門 但是 你會見到 其實他們那些 不知道是否因為剛剛夾 其實就不算是很有默契 擺了郊維蘭在中間 其實他們兩人 一人在一邊都好 都是自己去的 其實那些科佬就不太覺得 有些什麼叫做 有些阿哥斯達 都可能要摸一下這幾個球員 究竟我擺左還是擺右 究竟給哪一邊 其實 暫時我們見到 就好像自己踢自己 就是這場球 你見到 他們當然那兩個入球 就是阿華頓自己來 其實其他很多時候 那些配合 都不算是很明顯做得很好 變了其實 有一點點影響了李文 之前的打法 我自己覺得 是啊 好像以前東方 就是堅堅帶東方 就是 對球去前面 阿華頓自己去 我們講笑 跟Ringo 那你U23 和港會 撥些預算 簽買華頓 港會和U23 都上到上半版了 應該不難 是啊 是吧 我想其實幾場球 就是 合起來來說 我覺得兩位拍檔有沒有感覺 就是 就是剛才說過 始燒比獎 是大家一起燒的 好像是沒有什麼獎 不是很多獎 就是我的感覺 就是我看了一場 看了精華 看了兩場 整體上的競技水平好像是 我覺得是降了的 就是不知道兩位同不同意 所以其實那些距離又會再接近了 幾隊 那就是你更加 本身是硬性的球員 就可能會更硬性 所以你看到 艾華頓這些可以橫行的球員 應該會更加橫行 不過始終是第一周 還有四對球未看 我覺得不可以太早下定論 看多幾場 起碼熱身 大家可能有些 精英杯的賽事熱身先 希望之後大家踢起一些軚 都給大家看一些好球 不過流浪這場 我還想說一下林博熙 雖然在丙組打過 在甲組打過 即是上來港超 還能保持到水準 是啊 左右兩邊的爆破 或者傳中的質素 都依然在 最後一擊 都是他頂到角球 差一點點 其實都能入球 學熙這場都不錯 不過我 有一點點 不是很同意Wingo所說 因為其實 雖然那些很sharp的外援 仍然是靠他們 carry 但是其實 看回這三場 其實有一部分的 年輕球員 其實都有一定的活力 問題就是 大家都是季初那種感覺 這一彎很強 季初病的感覺 幾雙球都是相當黏 好像Bidi說 後面還有幾雙未踢 會不會再差一點 我真的不敢說 尤其是進風 深水埗 港會這些 是不是低處 未算低 就留在後面說 我們說完這幾場 我們又說一下 接下來的氣碼和賽程 接下來 大家有沒有想著看完第一場 第一彎之後 接下來都是這個 說笑 不是 之後就是聖鷹杯 接下來有幾場比賽 9月2日 接下來星期五 標準流浪 就會在旺角場 就會對著香港U23 然後星期六 就有兩場球 就是和富大埔 就會回到自己的主場 就對著首次落場的進風 然後 尾場就會李文 又在將軍出擊 這次對著剛剛贏了球的管中南區 星期日就有深水埗 就是星班馬 就會在自己的主場 就會對著港會 這場好看 這場大家入場看看 深水埗主場 大家都很久沒有去過深水埗運動場 支持一下高sir 我覺得深水埗這隊球 也是值得支持一下 你看到 今個星期出場的南區 和大埔 都算是有好表現 再看看深水埗這隊區隊 踢成怎樣 深水埗今週 就趁著第一週沒有比賽 他和進風乘機 踢多一場友誼賽 再提升一下狀態 最後一場友誼賽 深水埗用3比1 贏了進風 看到 好像是否我們之前的預測 都是深水埗請先少少 是 真正打真軍 就下去看看 對於港會 這場球 深水埗應該是其中一場 很有機會開齋的一場 趁著港會 到現在我們做節目為止 都沒有正式的求名單 還沒有組軍完成 港會有沒有拜神 還是開堂 開季拜神 說就說有 但是到現在一刻都未公佈 不知道是否開球才會拜神 對 跟大家預告一下 除了這三場球 下個星期二 還有 東方龍師 踢完第一場球 就飛去 下個星期二 就會作客 烏茲比哈 對著這隊 索迪亞 烏茲比哈的球隊 希望東方龍師 我們就對他不是很大期望 怎樣贏 叫他好好看 不要太肉串 對不對 不過這場有沒有直播 就暫時未公佈 不知道會不會好像之前 在港台買回來播 這場就 沒有 稍後再公佈 沒錯 好 今個星期就跟大家說 這幾場球 就說到這裏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